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恩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下午在沿岸地區的雲量都是比較少 我們下午在長洲的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看到很美的藍天 視野都不錯 再加上今天風勢比較微弱 所以今天各區的最高氣溫 都上升到26至31度之間 天氣都比較熱 我們預計這股海洋氣流 將會在明天繼續影響著我們 我們的天色都會普遍晴朗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天晴 不過留意明早早會是天氣潮濕 和懸岸有霧 明天的氣溫會介乎21至28度之間 風方面會吹微風 看看大家 我們預計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會是8 強度是屬於甚高的 如果市民要進行戶外工作的話 就記得做了一些防曬的措施 我們預計到星期三的時候 天色會有些轉變 在預報圖上都可以看到 慢慢會多一些白色 代表比較多雲 到後期做一些藍綠色 代表有些雨區會來到沿岸地區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除了那兩三天 會是雲量增多 以及有幾陣罩雨 這一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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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